你夢想什麼? 你不想知道嗎? 你怪人一個? 不知道嗎? 你相信我不會 你日日照顧我 我不相信她 那我還可以相信誰 第一就是她那種 丟謝的狀態 那種丟謝的狀態 學一下小娟 她第一眼看到我 就說我很憂鬱 其實我已經有了 我丟謝了 我不用演了 我今天要照顧我媽媽 我媽媽差不多七、八年 都是上床睡覺 下床坐在這裡 她所有生活的不方便 那個狀態 我已經很熟悉了 我在這裡的不方便 我怎樣賴屎賴尿 要一個不認識的人去照顧我 所有這些東西 其實就已經在這裡了 為何香港電影 這麼多年沒有菲律賓人的位置 甚至是印度人的位置 你沒有都不得止 還要放一些去嘲弄他們 取笑他們 看到她在現場 她是很斯文的 很知性的 這個女生 就定了 聊了兩句之後 就行了 看到她在現場 不停在背劇盤 就是那個狀態 她是進入了 她是保持著 那個情緒狀態 我都不打擾她 你給我之前 還不療療 我都控制不了 控制不了地療療 我簡直是 那些 遊樂場裡 那些彈不上去的那些 突然霉霉 突然突然突然 你不瘋了嗎 我真的都已經不覺得 已經不覺得 現在的成果 是我的自己的能力 得回來的東西 我作為一個演出者 我就覺得 一個演出的人的成功 這個就是 我可以打動到人 你可以改變到自己 可以打動到別人 這個就是藝術 要不然 只不過是一種 水過壓背的東西 這些就是技術 ��固定 那些作詐 為我烈的 就是藝術 那些 自由 這個在藝術 來 這個試鑑